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许是苏友鹏扮演的张无忌在人民心中深入骨髓 回忆经典下经典 这画面感十足 其实被质疑的不只是新版的无忌 被质疑演技差 还有新版的赵敏的演技 也曾被质疑 被吐槽演技差 没有气质 贾经文扮演的的赵敏 确实演绎得很到位 没得说 演得很活 古灵精怪 敢爱敢恨的人物形象 刻画得很到位 颜值也没得说 一直是心目中的女神 新版的赵敏扮演者 陈玉琪 小编感觉 还是可以的 也是很美 很有特色的那种 但感觉就是 和贾经文的气质 大有不同 这林教分明的五官 清秀的气质 除了一些 反对的声音 其实还有很打一部分观众 是看好的他的 感觉他的气质形象 给人的感觉 很像张敏 那个骑着白马的回眸 没到窒息 成了经典 扮演过赵敏的角色的演员 有很多 也就属贾经文 张敏最让人难忘了 成为经典 很难超越 对比下 有没有 感觉很是相像的 但小编感觉 就是很像 可能是 近时的缘故哈 话题跑得有点远 但那也没办法 小编是男人 本色改不了 新版张无忌 扮演者增顺息 这颜值 还算可以吧 自新版一天屠龙记上映以来 观众的质疑声 一直未断过 质疑其演戏 只会瞪眼睛 没有眼睛 人物刻画得不到位 但也有小姐姐 有不同的看法 表示挺有少年感的 表示支持 热议了好久 今天27日增顺息本人 做出了回应 长文一篇 概括来说 就是观众对新版 张无忌的种种质疑 承认自己 对于一些情节的处理 和情感的把握 不够到位 并表示会努力克服 演戏瞪眼的习惯 让观众满意 其中还讲了很多细节 和经典的瞬间 自己处理不到位的地方 还一次回应了整容 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我的眼睛 是天生的 我妈给的 言外之意 是天生的 你认可她演绎的张无忌吗 网传整容 算不算是 网络暴力呢 我妈给的